仔细看,蚂蚁正拖着一套战衣,爬进监狱里,囚犯一脸懵逼,这是什么东西,忽然,战衣突然变大一千倍,男人更加懵圈了,这时,狱警来巡查,男人瞬间慌了,就见蚂蚁们会去乘倒计时,提醒他要马上走,男人急忙站起来,飞速地捡起战衣,穿在身上,很快,倒计时越来越小,男人赶紧将头盔戴在头上,等狱警来到牢房,囚犯早已消失不见, 那这套衣服,蚂蚁为什么要送给他呢,我们看他如何得到衣服的,经验丰富的神偷,碰到了指纹锁,这应该怎么办,先在旁边的抽屉,找到透明胶,站在把手上,取下指纹,跟着,找到一个小铁环,和502胶水,用铁环套住指纹,倒入502胶水,接着,拿到火炉,被火烘烤30秒,一个指纹蘑菇态胶,就这么完成了,放在识别器上,绿灯亮起, 打门顺利打开,别高兴得太早,门后面,还有一道两吨重的防导门,他叫斯科特,是个经验丰富的神偷,这难不倒他,第一步,从包包里拿出电钻,先在门上开个小孔,第二步,漏洞给门里,注入两身的清水,第三步,加入350毫升的液氮,铺上几点床,挂好大棉被,耐心等待一分钟,水遇上液氮变冰, 体积膨胀,两吨重的防导门,迅速被击爆了,斯科特马上冲进房间,现金,珠宝和文物,我全都要,嗯,活了个去,这道门锁着的就是,一件破皮衣,斯科特头多大了,抱着不空手而归的想法,抄紧那件皮衣,就逃了出去,可他不知道的是,刚才的一切,都被一个装有摄像头的蚂蚁,全拍了下来,那么斯科特会遇到什么事呢,下面让弟弟讲讲, 回到家里仔细端详,这皮衣要两道防导门锁着,要么特别珍贵,要么特别名贵,试着穿起来试试,没想到特别合身,好像量身定做那样,左右双手虎口处有个红色的小按钮,难道能变成超人,左手按了两下没用,右手按了一下,头晕脑胀的斯科特刚站稳,这才发现自己变得比蚂蚁还小了,头盔里传来了一个老人的声音,问这角度看世界够不够特别,还没来得及问清楚,好朋友就打算来洗澡了, 斯科特拼命挥手叫喊,蚂蚁那么大的人谁能看见呢,洗浴的龙头此时比瀑布还厉害,直接把斯科特冲到了浴缸外,站都没站起来,就差点给货柜车大小的皮带砸扁,然后就跟着地缝掉到了楼下,天旋地转后甩到了地面上,差点就被无数双高跟鞋踩成肉将,好不容易冲到门口,又再次摔到了楼下,结果被吸进了吸尘器,撞破吸尘带逃了出来, 好样的现在的老鼠比大象还大,吃什么发育得如此优秀啊,斯科特只好继续逃命,跳上毒鼠家冲出窗外,啪的一声掉落到车顶,按了一下右手的按钮,这才恢复了正常,魂都没有追上来,斯科特赶紧回家换了衣服,这奇奇怪怪的衣服还是还给你吧,当晚就把衣服务归远处,可刚从围栏翻到大街,外面的警察已经在守住带兔,斯科特知道重疾了,回到拘留所椅子还没坐热,有个警察说你有访客,打开门一看不认识, 可对方一开口,就知道是对讲机里面的老人,老人叫汉克,能和钢铁侠亲爹比肩的科学家,多年前发明了皮姆粒子,就是这种粒子能让物体变大变小,跟着就创建了皮姆科技公司,可公司现在被光头把控,它打造出了黄蜂战衣,准备批量生产卖给九头蛇,汉克看上了斯科特的偷窃技术,斯科特本性就不坏,几年前误入歧途,因偷窃蹲了两年大牢,出狱后打算洗心革面,但生活处处碰钉子,好不容易 找到份工作,被老板歧视还炒了鱿鱼,前妻带着女儿改嫁给了一个警察,想去见见女儿,却因为自己没钱没工作被赶了出来,因为她没钱支付抚养费,朋友说有个活可以干,于是呢就有了前面偷衣服的事,哪知道这是汉克专门设计的陷阱,汉克给了两个选择,要么回去监狱风云,要么听从安排,斯科特意时间拿不定主意, 回到牢房里面发愁,突然几只蚂蚁出现,似乎还抬着什么东西,一只蚂蚁轻轻碰了一下战服瞬间变大,这不就是变大变小的衣服吗,狱警就要过来巡逻,蚂蚁们也摆好了倒计时,斯科特做出了选择穿上了战衣,狱警扭头过来时,牢房里已空无一人,变成蚂蚁大小的斯科特,大摇大摆就从狱警的脚跟旁边溜走,穿过门缝来到外面, 在汉克的指引下一直飞翼从天而降,真好,开场就有飞行做起,第一次飞难免有点不适应,斯科特就这样一边飞一边吐一边晕机,并躲开了警察的围捕,等他再次醒来时,发现面前站着一个短发姑娘,这正是汉克的女儿霍普,简单地概述当前的局势后,汉克希望斯科特和女儿打个配合,去把黄蜂战衣的原型偷回来,阻止光头把这技术卖给九头蛇,完成这件事的报酬,就是让斯科特和女儿团圆,这还用问吗, 当然同意了,接下来的日子,就是要熟练掌握蚁人战衣,试着学会穿过钥匙孔,刚开始这并不容易,学着掌握大小之鱼,还要跟着护普学习格斗技术,休息的时候,斯科特想调整一下开关,汉克提醒他千万不要乱调整,不然的话人会不停变小到原子级别,直到进入量子空间,永远无法回来,斯科特的天赋本来就不错,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大小切换,跟着还学会了如何去控制一群,最后汉克还给他提供了特质飞镖, 红色的可以将物体缩小,而蓝色的可以将物体放大,训练了多日也该毕业了,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复联的基地,把钢铁侠发明的信号干扰器偷出来,幸好这天雷神美队他们都不在,斯科特只是遇上了负责留守的猎鹰,斯科特恢复原样,想礼貌地向复联借干扰器,猎鹰把这奇奇怪怪的家伙当成了坏人,没办法了,以人和复联的第一次见面, 就从不打不相试开始,斯科特瞬间变小,在猎鹰眼上招呼了一圈,猎鹰飞到半空锁定了以人的位置,想把这家伙一脚踩扁的,斯科特轻松逃脱,反手补上两拳,两个复仇者就这样打了起来,毕竟这次是以人做主角,很快他就把猎鹰放倒了,跟着骑上飞翼冲进仓库,猎鹰也跟着追了进去,转眼却飞了出来,原来金属翅膀被变小的以人破坏, 完全失去了控制,没有了金属翅膀,猎鹰也就成了普通人,就这样外衣人就带着钢铁侠的干扰器,离开了复联总部,有了干扰器,偷黄蜂战衣的行动就可以开展了,斯科特还叫上了几个朋友,众人回到汉克的地下室商议一番之后,制定好了行动细节,行动就此开始,一拳打晕保安后,霍普就顺利来到机房,并安装好了干扰器,在外面的斯科特则变成以人,进入下水道,乘坐由红衣组成的小船, 在水管里成为乘风破浪的哥哥,到达接应点后,顺利上了以军搭建的梯子,丢进了公司内部,然后乘坐飞椅进入了机房,当所有的工作准备就绪后,成千上万的黄衣组成了编队,接受的命令同时释放出电力,所有电子元件被瞬间摧毁,随后斯科特来到黄蜂战衣的上方,系好安全绳顺势跳了进去,同一时间,在外面的搭档及时关闭了电网,可就在他要拿到战衣瞬间,战衣却被人拿走了,电网也再次恢复, 原来计划早就被光头发现了,他只是将计就计等着汉克入局,光头拿出枪对准了汉克,千军一发时斯科特飞出两发蓝镖,撑破玻璃逃了出来,游刃有余地来回切换大小状态,轻松搞定了全部的保安,而汉克在纠缠中中了一枪,光头趁机拿走了战衣,斯科特迅速追出来,两个保安赶来阻止,斯科特再次呼大呼小不断变化,飞身打晕第一个,第二个扯出领带摔了出去,接着跳到了模型桌子上,又有两个保安追, 对着模型桌不停开枪,斯科特凭借超迷你身形灵活躲避,可但如雨下斯科特也差点被击中,幸好队友及时出现放倒保安,而另一边的光头也坐上了直升机,斯科特追上去,光头对着玻璃胡乱开枪,同一时间巨响传来,公司在爆炸中变成了尘埃, 为的就是将所有资料都清理干净,断了光头的所有后路,怒火中烧的光头穿上黄蜂战衣,失去理智地在直升机中胡乱射击,两位飞行员真是倒了八辈子的美,无端端成了炮灰,黄蜂和蚁人无意间掉进了皮箱里,而皮箱从飞机中滑落,两人就在高空坠落的皮箱内,和失重的状态中,展开了一场充满视觉奇观的大游戏,顺便还不忘帮Siri宣传一波, 两人掉落到了一户人家的泳池里,恢复形态后,斯科特眼疾手快捡起一乒乓球拍,把光头扇进了灭文灯,刚想去检查一下,却被赶来的警察逮个正着,光头运气真好,刚好卡住了,没有给灭文灯垫死,此时身在警车上的斯科特,听到陆氏抢劫的广播,地址竟然就是女儿和前妻的家,当他赶来时,光头已经挟持了女儿,斯科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扔出一发红标,两人同时变小,掉落到 女儿的玩具王国里,光头虽然有激光,但蚁人也有蚂蚁大军,两人在托马斯小火车上,又展开了一场别开生命的大战,光头的激光武器,让他很快便挣脱了一群,反过来对斯科特发动猛烈攻击,斯科特顺时扔出一发蓝镖,光头闪身躲过,蓝镖击中蚂蚁,小蚂蚁瞬间变成了小狗,比尔发蓝镖击中了托马斯,光头恢复了正常大小,对着斯科特所在的地方不断发射激光,后爹冲了进来,想要� 带女儿离开,蚁人画的斯科特,趁机想进入黄蜂战衣内部破坏掉处理器,可光头早就想到了这点,战衣是由钛合金制作的,根本无法撕开,后爹想带女儿离开,却被光头拦住了去路,斯科特想起了汉克说的话,腰带上面有一个亚原子开关,能让你无限变小直到原子形态,他直接启动了腰间的开关,进入了黄蜂的控制器,破坏了他的系统,黄蜂也是就此消失了,但是蚁人也进入了量子领域无限变小,时间和空间的开关,进入了 蚁人都失去了意义,就在这会儿,他是听到女儿的呼唤,灵感也是一闪而过,直接把放大器放进了腰带,按下按钮的一瞬间,他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,真是大团圆的结局 任何地方旅行,也不用买门票了,想去哪儿就去哪儿,本片好看,欢迎去看原片,好了,本期内容就到这了,记得给伯乐点赞,还有关注和订阅,我们下期见,拜拜